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这样的人情,令人不可思议 现实告诉你,人与人交往很多时候都会碍于面子 能够抓住这一特点去处理人情的人,都是社交高手 对于借钱,你也许很反感 要是遇到借钱不还的人,那就更可恶了 如何礼貌地拒绝借钱 不能张口就来,要巧用托词,给对方留一点情面 一,主动抱怨收入,让对方不好意思开口 如果你是一个低收入的人,那么被借钱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有一次我同学在电话里面向我借钱 我说,事不相瞒,我们公司连续半年降薪 去年都没有发奖金了,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 我正在想办法 很快同学就放下了电话表示理解 哪怕你以前是高收入人群,但是你现在的收入降低了 这,就是不借钱的托词 要是你的收入无法维持,家庭的运转了 哪怕家里有存款,也不能外借 而是要保全自己的家庭 如何,冲过当下的几年 二,开口向对方借钱,体现出人生的无奈 你向我借钱我能理解,我知道你的困难 但是我也真正找人借钱防贷的问题发愁啊 话的方向转动一下,你就变成了一个要借钱的人 当对方知道你要借钱后不仅不会愤怒 反而会觉得同病相怜 甚至你可以和他一起抱怨 借钱有多难,人情有多凉薄 谈一谈自己在借钱时遇到的眼神和脸色 很容易引起共鸣 无形之中,你就拒绝了借钱的要求了 你还可以给自己留后路 表示对方致富了,千万不要忘记帮助自己 就像古人说的,狗富贵,无相望 毕竟以后大家还得打交道 不能动不动就断交嘛 三,表示借出去的钱没收回 暗示借钱的尴尬 每个人都会加入好几个圈子 并且圈子和圈子不一定有交集 你的亲戚朋友也只是了解你的一方面 不会全面了解你 因此,拒绝借钱时你可以说 借钱给某个人了 都几年了还没有收回之类的话 你确实有存款,但是已经借出去了 你正在因为收回钱的事情而烦恼 一番话,就是在暗示对方不要说借钱了 你已经深受其害了 这样的话对于一些人品不太好的人来说 是最有力量的 对方会顺着话题 反思自己 为啥会处处碰壁 是不是曾经做了借钱不还的蠢事 想明白了 人就会开始责怪自己 理解被拒绝的结果 四,钱不归自己管 家庭的管家另有欺人 我常常听到一句话 哎,抽烟的钱都没了 被老婆拿捏得死死的 一个大男人 别说借钱给谁了 连抽烟喝酒都不能自己说了算 如果你遇到他,马上会小瞧他一眼 也就是这样的心理 让他躲过着所有亲戚朋友借钱的套路 家里有一个很抠门 很强悍的妻子 是男人的福气 他在帮忙唱黑脸 同样的,妻子遇到借钱的人 可以让丈夫当黑脸 或者让家里的其他人充当这一角色 外人看到你的家庭很幸福 但是家庭的管理模式是不大清楚的 外人对于你很熟悉 不一定对你的家人 爱人很熟悉 因此,自己不管钱 对方也无法进一步谈借钱了 五,委婉拒绝 告诉自己的难处 有时候,我们不想借钱的时候 如果我们过于直接地拒绝别人 往往会让他人觉得很尴尬 而选择委婉地拒绝别人 不仅可以照顾到对方的面子 也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的声音 不视为一种最体面的方式 我的同事小军 曾经就有一次 遇到过一个不是很熟的人跟他借钱 小军刚开始答应他了 但是后来 变成了屡次向小军借钱的时候 小军询问我怎么办 我就建议委婉地告诉对方 跟对方讲述自己的真实情况 其实每个人生活都不容易 对于很多工薪家庭来说 有时身上握有一定的现金流 是维持家庭的日常开支 必须用到的 比如小军每个月要还房贷 还有车贷 这都是很大的压力 不借钱给对方 是因为自己并不是太富裕的家庭 而这种方式 其实就可以取得别人的谅解和支持 六 谈一谈自己投资的困境 现在各种理财花样繁多 有很多朋友也都曾经或者正在参与其中 所以你在遇到别人向你借钱的时候 就可以找一个理由 比如小王找你借钱 说兄弟借个五万块 他知道你有钱 所以你不能说自己现在没钱 这个时候 您就需要找一个借口 说自己现在的钱被股票给套牢了 没办法取出来 这个时候小王就不太好 要求太多了 此时 你再和小王说 你还有一笔钱 买了个银行理财 下个月到期 只有三万块 但如果你需要的话 能不能等一下 等到期了 你立马取出来给他 先拒绝 后给台借 不是不借 是现在没有 对方什么话都没有了 一般人找你借钱都是急用的 你这把时间一拖 对方多办也就不需要了 当你不愿意借钱给别人的时候 最好的做法就是 谈自己的投资困境 你有百万身家 但是投资了理财项目 想一想都发愁 其背后的压力不是普通人可以承担的 一个人处于困境之中 真想遇到好心人拉一把 这样的诉求常常冒出来 就是一种闷声发财的征兆 七 岔开话题 让借钱的人适当受冷 有一段时间 大舅舅的女儿 要借钱建房子 作为亲戚本应该借钱 但是 她在城里有两套房子了 还想要回农村建房 显然是不太理智的 况且 她的生活水平 已经超越一大批亲戚了 想一想 你家一套房都买不起 却要借钱 给一个能买两套房的人 是不是心有不甘呢 表姐提着礼物 来我家吃饭 说了借钱的理由 谁都没有直接回复 到底是借钱还是不借 吃过饭后 我的母亲说了一句 别谈了 吃饭吧 这件事情就告一段落了 不回复 本身就是最好的回复 不让人坐冷板凳 但是也不是很热情地 回应对方的诉求 被诉求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八 给对方出谋划策 告诉对方方法 不想借钱给对方 既不想得罪对方 同时还要让对方认可我们 还有一个方法 则是给对方出谋划策 要知道 别人来让我们借钱 往往其实也是认可 我们的人品或者能力 如果我们只是拒绝对方的话 往往有时 会让对方觉得我们好像很无情 如果这个时候 你能够给到对方一些借钱的看法和意见 往往就会让对方 对你的信赖更加加深一步 就像我的同事小军 先是说自己没钱借给对方 但是小军呢 给他提供了两个建议 就是利用信用卡的方式借钱 或者找其他更有实力的主 我们选择这样多做一步 其实也是让对方看到我们内在的心意以及热心 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 既不破坏你们的友谊 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可以说是一件既攻心 又妥善地处理好自己的利益关系 这样的行为 也会让对方发辞内心的认同 总而言之 借钱看起来是小事 但是 借由我们对于借钱的态度和行为 却可以看出你情商的高低 而聪明的人 一定会选择更体面的方式来处理 让自己的人际关系在互动中更上一层楼 借钱拼的是信任 还钱拼的是人品 信任一个人不容易 遇到人品优秀的人也不容易 人 归根结底是靠自己的 谁都是劳动者 钱是一分一理赚来的 使劲省下来的 轻而易举地把钱给了别人 就是亏待了自己 如果你要借钱 就要树立好的人品 建立信任的情感 如果你要拒绝借钱 就要找托辞给双方退路 不要和谁都开口谈钱 要因人而异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